恩泉清晨甘露 超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提摩泰前书四章八节 一位因服装走秀而爆红的演员 在网络上分享说 为了这一天 我竹竹准备了六十年 他爆红不单是因为 他曾经是个演员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一场服装秀 而是年已八十岁的大爷 却看似像有五十岁健壮的身躯 当时还以弄孙为乐的年纪 却仍然在竹梦 这位日若西山的爷爷 竹梦人生也掀起了讨论 记起了人心 挑起了人的勇气 对没有信仰的人而言 人的一生的确短如手掌 盼望旨在今生 他们也许用尽一生来换取一日的辉煌 但是信主的我们 却是用一生来追求永恒的梦 我们的梦在上帝的应许里 是不会落空的 提摩太前书教导我们 超炼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近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亲爱的朋友 你的一生在追求什么呢 你为何而梦想 也许他们用五十年六十年 预备明日的光彩 而这一切属世的风光和虚荣 都会如烟消散 但有主的人 不也应该用一生追求永恒的奖赏 及荣耀吗 尽你最炫的一世来爱主 荣耀主 不是吗 愿上帝赐福你 也愿你有个美好的一天